大家好,我是姚静啊,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中国房价 之前转发过许多视频吧,乡村做的好几个节目都是说中国这个经济下行了 房价肯定是要跌了,谁也挡不住啊 这就是老领导明确放话了 但是即使有这些老领导让白手套出来放话 下面还是有很多这个观众留言呢,不太相信啊 还接着问这个一线城市到底会不会跌呀 三线二线会不会跌,就还是这个自己心里打鼓 这就是死不明目嘛,老领导这个反反复复的警告你们 给你们一次两次三次最后通别 还是有人想接着买房呢 或者是手里有七八套房三四套房的,不知道该不该卖 就假设一般家庭吧,你手里有两套房 该不该卖一套呢,套现呢 我的建议啊,当然你就是该卖,你如果不住的 或者是你租出去,收回的这个钱也不是很多 你不妨就套现吧,套现以后换成黄金或者换成美元 换成另一种资产,就可以和你的房子其实是差不多的 你这个房子如果以后贬值了的话,你的租金也收不回来多少 你最后还是赔的 但是呢,今天我分析这个房价啊,不想从这些经济数据上来分析 财经狼眼又做了几期节目说这个房价的事 你要想从这个经济数据的角度 交易量啊,什么土地流排率啊 这些狼贤平教授是最专业的 你就去看这个财经狼眼,广东卫视的这个节目 他已经说的很清晰了,这个房价肯定就是要跌的 专家都出来说了,这次这个措辞啊,也很有讲究啊 健康的稳定的发展啊,健康稳定 就是要求稳,求稳的意思呢,肯定不会涨了 但也不会让它大跌啊,就是让它逐步的这个去杠杆 逐步的这个降下来 我今天就说一说这个狼教授不敢说的啊 别人不敢说的,我就在这弄一些阴谋论 但我自己看呢,这些其实不是阴谋论啊 他们已经在过去有无数个例子在世界各地发生过了 在中国未来呢,发生的概率并不小 而且其实很大 这个进程会越来越快的 我就从三点来说,这个房价为什么它基本上一定会跌 而且可能跌的你想不到 即使中央它反复的强调要维稳 要稳住这个房价,也不一定能稳得住 因为会有一些突发事件,让中央也措手不及啊 中央并不能控制全世界这个革命形势的这个 星火燎原之势啊 他自己就是自身难保,尼普斯过江 到时候沉船计划一执行 老领导们纷纷跑路 剩下的就是你们这些泡沫房 到时候没有人住了 就剩这个全都是鬼城啊,鬼屋 这哪三点呢 就是人口啊 一个是人口,一个是这个中国发展的核电站 就是核能 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外汇储费 外汇的储备,黄金的占比 就是中国的黄金储备占GDP的比例啊,GDP就是一些交易 很多是虚拟的这些泡沫经济啊,如果后边没有黄金支撑的话 最后这些泡沫倒的时候,中国还是一无所有 第一点,这个人口呢 之前已经说过了啊,我也转发了中国这个计划生育是 国外的老领导从七几年就开始策划的 和中国这个第一代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达成了协议 5000万美元换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执行了改革开放40年啊 完美的执行了计划生育 前两年才放开了这个二胎 可能逐步的会放开这个全面的放开吧 可以让你随便生 但即使随便生了 因为这个经济发展啊 受教育程度升高啊 还有这个社会文化的脑控啊 洗脑导致年轻人也不响生的 还有响生的年轻人 由于这几年的转基因食品呢 这个除草剂啊 杀虫剂啊 这些农药化肥 吃的这些毒食品 导致他们生不出来了 还有这个空气污染呢 化工厂啊 还是核辐射呀 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导致还有社会上的这些工作压力呀 男的当狗用 女的当男的用 女的都生不了孩子了 月经都不来了 就跟这个三年自然灾害时的 吃不上饭 你就来不了月经 现在是你即使你能吃上 你吃的是毒食品 而且你有精神压力 当年你还没精神压力呢 这回是双管齐下 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一起抓 精神毒害 物质毒害 双管齐下 让你生不出来孩子 所以导致呢 现在中国的人口啊 已经要开始下降了 上一次这个统计结果呀 已经超出了老领导的预期 本来老领导以为 这个人口增速还能维持住 没想到这个降的幅度太大了 超出了这个原来的预估曲线 如果按照原来的预估呢 是2030年 中国会变成这个人口下降的国家 但是呢 原来已经超出他们预估了 那他这个数字肯定就不准了 现在是2019年了 如果他们预估的不准 那我们就大胆猜测一下 可能到2025年 给他减一半吧 这个人口就得开始下降了 就还有六年 五六年的时间 中国人口就开始下降了 那你说中国的房子 谁来接盘呢 现在80后的 该买房子都买完了 买不起的也就不买了 就开始这个浪迹天涯了 对不对 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 所谓的被剥夺了生育权的一代 也结不上婚了 就是这个男屌丝 结不上婚了 找不着老婆了 更不用生孩子了 而且中国现在同性恋 也开始那个活跃起来了 你看邮递部上 有一个什么北童小叔啊 这些同性恋的团体 势力也很大呀 被这些国外的媒体 所这个引导啊 还和海外大窜联 为同性恋维权 就是这些想生孩子生不了的 不想生的 结不了婚的 各种各样原因的 反正就是出不了孩子了 这个人口下降的速度啊 会比老领导想的快的多 现在呢 我刚才说这是80后 刚才买的买完了 那90后呢 什么时候要买房子呢 现在90后多大呀 到人口这个开始下降的时候 他们开始买房 那等90后全都买完了以后 而且90后很多 他不需要买房 这个大家也要明白 因为很多他们家长 已经给他们买了这个 第二套房 他们已经有房了啊 就像任志强以前经常说的 这个好多人说 这个中国这个房子贵啊 什么大家买不起房啊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啊 中国这个其实 老工业地区啊 就是虽然比较落后了现在 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有房子住 只是他们不想住 他们非得去北上广 去北上广神这些大城市 这些大城市圈去奋斗 所以他没房子 他非得到外地去买一个 这个高价房嘛 所以买不起 所以任志强告诉你们 没钱就不要来这个大城市嘛 滚回你老家去 住你爹妈的房子 不就挺好嘛 所以事实也是这样的 确实是如果你是城里人的话 你本来是有房子的 你自带一套房 而且你父母走了 这个房子也是你的 你最后把这个房子一卖 你就套现了 或者这个房子就变成你的了 而且就是都是这个单独 就是都是这个独生子女嘛 这独生子女就这一套房就给他 而且有的家两套房 三套房都是他的 所以他其实有房住 他不用再买房了 他只是以后会套现 所以你这样看这个市场呢 未来的趋势人口会减少 而且该买房的都买差不多了 真正的买房的动力 就是这些农村想进城的 或者是二线想进一线 三线想进二线的 就是想升级的这些人 想这个从底层爬到中产的 这些人 但是这些人呢 他不一定真的有能力 进入这个中产的阶层 全世界都在这个去中产化 未来只有老领导和奴隶啊 你想成中产这个梦啊 虽然给你洗脑 你还有这个梦 电视剧的还挺挺演 但是这个梦啊 基本上实现不了了啊 社会阶层已经固化了 早就固化了 没你事了 所以这个买房的 这个增量啊 基本上很少了 这也是为什么从数据上看 这个流排率这么高啊 这个销售量已经不行了 什么万达呀 什么万科呀 什么都不行了 全都完蛋了 就活下去 就是唯一的目标了 对不对 而且现在这些碧桂园呢 他们都开始赶紧的 把这些东西存量都出手 套现 转移到别的资产上去 而这个卖房的压力呢 确实很大 因为刚才说的这些 有二层套房的 他都要卖完套现 然后转移资产到海外 或者转移到其他的这个资产上去 其他的人民币资产 不管是黄金吧 还是股票啊 对不对 今年的股票成了大热门 但股票一会再提几句啊 股票也是一个大坑 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嘛 总之吧 就是卖压很大 但是买的这个能力呢 却越来越小 因为人口的这个因素 等到这个10后20后 就是下一代 下下代的这些人 他们就没有人接盘了 这些人他不一定会买房了 他们有 有的就是已经有 没有的呢 他可能就直接到国外去了 或者是呢 这些农村的 他已经没有能力进城了 他也就死心了 或者是呢 他因为转移食品呢 因为这些疫苗啊 因为这些毒食品呢 他们都已经被毒害死了 等他们长大的时候 这一代人就基本上全完蛋了 就没有机会买房了啊 即使买房 他也生不出来孩子了 这所有的一系列的 这个长期的毒害啊 就造成了中国 未来有生力量啊 买房的有生力量啊 基本消失殆尽了 就是等于抗日 你抗日抗了八年 最后没有人了 中国的人全没了 你要上去打日本鬼子 只能上童子冰 就是这个枪都比 这个孩子的身高还高 他枪都扛不动 然后根本就没有训练 直接就上 上去就是当炮灰 现在中国这个买房的市场啊 基本上也是到了这个局面了 如果你从人口上这个角度来想啊 你就会明白 这个未来十年的趋势 其实就是肯定要下降的 你从短期上看呢 可能还有资金行情啊 资金行情就是有这些热钱 来来回回的这个割韭菜 他先拉高了 让你们跟一波 跟一波他赶紧掏现离场啊 现在股市就是干这个事嘛 国家队进场啊 这些大的这个企业进场 先把这个东西拉起来 然后在媒体上宣传一波啊 不管真的假的新闻 老百姓全面的覆盖住 微信也放啊 就这些公众号啊 天天这些专家忽悠 然后这些大的媒体啊 不管是什么华尔街 还什么什么玩意的 让你们全都 出现盖地的全是这些 中国股市大牛市啊 又来了啊 比美股还厉害 你去看狼先平这个数据就知道了 这是多么不合理的一个现象 把你们忽悠进来以后呢 其实大资金全都在离场 连续这个一个月啊 半个月 这个资金是净流出的 进去的全是散户 出来的全是庄家 就庄家套现离场了 就是这么一个事实 股市他们套现离场了 这个楼市他们早就套现离场了 对吧 楼市是两年前就开始 股市是这一波才开始啊 套现离场 金融危机要来了嘛 所以这个趋势啊 非常明显 因为你很难看清大的这个局面 对不对 你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天天关注的就是柴米油盐 你自己这点钱 你不知道社会整个的这个资金流动 是什么状态 你又不是相关行业里的从业人员 所以你就很难相信 别人输了 你也不相信 然后你最容易受影响 就是你周围的这几个人 但你周围这几个人呢 基本上和你身份呢 和你的思维水平是平衡的 因为你的水平 就是你周围这个朋友的平均数嘛 你是你朋友的平均数 你不可能超越他们 你要超越他们 你就不会和他们成为朋友了 他们也不会和你成为朋友 所以你总是受你这个朋友的影响 就是受你自己的镜子 你再次受自己的影响 你是你朋友是你的镜像嘛 所以你就看不清这个事实 多听一些和你意见 完全不同的人的这个想法 你才能明白 你原来是受到什么样的 这个局限和影响 好 第一点这个人口就说完了 我们说第二点这个核能啊 中国这个现在大力发展这个核能嘛 这个核电站在建的 和已经建的 还有这个上的新技术 就是数不胜数啊 这些核电站呢 好像都很安全啊 没怎么爆出事的这个事故 但是呢 这就是危机已经埋下来了 就像在全中国 你去看这个中国核电站分布的地图啊 全中国到处都是啊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各个各处开花 这个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啊 哪都有啊 这些项目全都上了 就是在全中国埋下的地雷 到时候这个地震一来啊 中国本来也有地震地震区 对吧 有这个在这个断裂层 断裂带上的 就容易发生这种地震的地方啊 但是美国呢 还可以给你加把火啊 火上浇油 雪上加霜 给你来一个什么 HARP攻击啊 人为的天象啊 就直接引发你的地震 到时候引发核泄漏 核电站爆炸 这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到时候成了转金人 你就已经不是人类了 子子孙孙 就全都没了 你的孩子全都成变异人了啊 直接可以上火星了 就这些前代的危险非常大 中国现在给美国人 埋了这么多这个地雷 等着美国人来引爆 那到时候炸死谁啊 炸死的肯定不是老领导啊 肯定不是党委书记 省委书记 市委书记啊 肯定不是省长市长啊 就是这些底下的这些老百姓 本来建的时候没有征求你意见 到时候引爆的时候 更不会征求你意见了 炸死的就是你 而且直接清除地端人口了 房子 你的房子也直接没了 钱你已经交了 老领导已经洗到海外了 你的这个剩余价值已经炸光了 也差不多到头了 工作也干不动了 你还等着想发这个养老金吗 没等发养老金的时候 就把你们全炸掉了 炸没了 这样养老金也不用给你发了 养老金也早就洗到国外去没了 对吧 一切就结束了 老领导的计划就完美实现了 所以从这个 中国到处建这个核能的化工厂 今天这不又又爆了一个 江苏延城的化工厂吗 你看这个爆炸的水平 你说如果你选房子的时候 你买到附近的 就即使不是周围这些平房的地区 你选到周围一个城市 城区的一个房子 这个化工厂的爆炸 对你就没有影响吗 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它整个这个东西都会 融到土地里 融到水里 你那个地方喝的是什么水啊 你吃的什么东西啊 对你吃的这些东西没有影响吗 继续还会继续受这个影响的 你没法逃脱 所以你要是买房子呢 你最好选一些地点 不要选这些有工业的 有这些重工业的 有这些核电厂的 有这些可怕的 长期后续影响的地方 你选这些休闲旅游城市啊 只有人的 没有工作 没有工厂的 就是去养老休闲的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以后 它房价有很大的可能会上涨 因为等到中国人口降低的时候 就剩一个亿了 就剩几千万了 八九千万的时候 那你说这些人 而且到时候中国是老龄化社会 全都是老人 他们要去哪里啊 他们就会把这些房子全卖掉 到这个休闲旅游城市 气候温和的 宜人的 去那里高价买房 他们这个钱就用在这个地方 不可能再往这个大城市紧 大城市都是这个万人坑 就是让这些年轻人去拼命填出来的 你去听这个之前郭文贵早期爆料的时候 有一个什么国安大舌头 他里边讲了好多这些事啊 我建议大家都去仔仔细细的听这个国安大舌头的录音 他讲了好多这个惊世骇俗的这些言论和看法 会更新你的三观 说完了这个人口 还有这个核能污染的这些问题呢 我们再看这个中国外汇市场 就是外汇储备啊 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 中国最近几年呢 一直在增加这个黄金储备 这个华尔街这边早就注意到了 美国这老领导早就知道 中国和俄罗斯啊 都在大规模的增加外汇储备 减持美国的债务 但是速度呢 还是不够啊 可能中国他有一些私下的这个储备吧 没被国际上监测到的 但是肯定还是远远不及美国的 而且远远抵不上中国这个发行人民币的速度 所以中国发的人民币啊 底下是没有支撑的 全都是泡沫啊 中国的这些东西 这个股市啊 这个资金行情过了以后啊 这波肯定可能也可能很快就会破了 这波股市啊 这些大佬们都在网出逃 然后呢 中国这个自从2018年啊 后半年 中国整个的这个外汇储备啊 就是在净流时 中国买了这么多美国的债券 每年这个外汇储备的这个收益 因为他买了债券 美元债券嘛 就有美元的这个收益 百分之二 三的四的利息 这些利息是外汇的收益 但是啊 虽然还有这些收益呢 外汇还是净流出的 就说明流出的量非常大 你这个外汇 这个债券的收益 根本抵不上这个外汇的净流出 那谁在流出呢 这几千亿几万亿的钱 不可能是老百姓啊 不可能是散户 散户你讯银行 想换美元你都换不出来 别说往处转了 都是这些大户 这些老领导 他们这个通过香港啊 还有什么这些公司啊 这些基金啊 这些出口 再往处转这些钱啊 这些美元储备 都出完了之后呢 那中国没有外汇储备了 那中国的经济 靠什么支撑啊 那就是人民币 就纸票的了 就是政府的信用 但中国的政府信用 已经破产了 大家都知道 到时候就是等着 挤兑出现了 对不对 看这个明司机时刻 哪一天爆发 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一起兑 那人民币就成废纸了 就像郭文贵说的 50倍100倍 那都挡不住了 对不对 就看这个时刻 什么时候来临 因为现在就是这样 如果你外汇储备没了 你黄金又不够 那最后你的纸票呢 国际上就不承认了 就像郭文贵老在忽悠的 港币啊 会被废掉啊 什么的 人民币啊 会变成废纸啊 当然它不一定 短期内就会发生 正而中央肯定会 竟尽全力 稳住这个 外汇市场的 但是从现在这个形势看呢 就是有这么一个趋势 所以从这三点来看呢 中国的房价 就是肯定会跌的 对不对 已经是泡沫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共识 是泡沫 就是什么时候破 什么时候破呢 就是你现在是饮鸩止渴 你还在欺骗自己 政府在骗群众 群众在骗自己 对不对 但是最后呢 这个泡沫早晚会破的 从这个趋势来看 十年之内必然会破 那如果你在想人口的问题呢 可能五年之内它就会破 或者最近两年它就会破了 但开始为侵害骨 我们还被 partnership 去帮群众 而且是 Tanner gentle 才会庐辛力 利 Anytime 人话 уки 初次 由起来 这次 要尊重